你看首先的话 咱说专业课我刚才跟你说了 政治其实也八九不离十 我就跟你说一个最难的 英语 英语很多人老大难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英语学的特别烂 我见过一个学生用英语特别的烂 烂到什么程度 你给写四个字母 ABCB你给我念一遍 阿波斯德 英语就烂到这种程度 他拼音好 后来我一问这人家什么 他家是原来一个农村的 放羊的 但后来家里边弟弟也突然发现了煤矿 有钱了 这有钱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考研 这四个字叫光宗耀祖 还有人考研是为了光宗耀祖的 那就是不差钱 不差钱 就说张老师反正给你扔这了 反正要求也不高 试个研究生就行 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无所谓 试个研究生就行 我们就给他挑最容易的 因为这个孩子 他可能没怎么好好学过习 我们可以挑最容易的 就让他英语怎么过到40分 因为给他挑那个专业 英语分出现就不到40分 怎么过到40分 首先做到几点 第一点 在考研的刚开始的阶段 一定要先写作文 先写 先写作文 必须先写作文 你如果后写作文的话 你最后可能会因为英语题太难 你没时间写 因为我们往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这有个时间比例分配的问题 他作文是放在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你别上了以后先做别的部分 你最后做别的 特别的难 这个跟我们英语的考试不一样 我每次都是做前面 最后是做文 不是 因为有的时候 英语它题比较难 有的时候你看做英语题 你比如说做阅读理解 做完全天空 就让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四个选项 一看见A肯定不对 D肯定不对 不是B就是C 到底该选哪一个 纠结好久 你这一下时间就浪费了 有的人他复习的 他考试的时候 他没有时间观念 因为我们在考场 在考场的时候 是不准带手表的 正规标准化考试 不准带手表 可能就是说 跟咱们演播室一样 他上面有一个中 但有的时候学生 他考着考着 他紧张 他着急 他可能就忘了看时间 忘了看时间 他等到他要写作文的时候 发现时间不够了 你这个作文你不写 你这个没法给你分 你最起码你写完了 还有个所谓的辛苦分 对吧 你不写那肯定是没分 所以说你先填满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在英语考试之前 是下午考试 我们上午考试 下午考英语 11点半就正值考完了 下午2点开始考英语 你看11点半到2点时间 大多数的考试会干什么 会被英语作文模板 他刚刚背过 最新鲜的 先入为主 我刚背完这一段 一看正好能用上 他就先把这个东西给写下来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中间 你跑路背着作文模板 你背阅读理解 万一天空给冲的烂七八糟 你到最后你想都想不起来 所以一定是先写作文 第一怕写不完 第二刚背完作文模板 咱刚新鲜 咱能写下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作文还剩20天 一个字 练 一定要练 一定要去写 中国的大学生 有个很大的毛病 他不写 很多人他把他大学英语的处女座 献给了第一次期末考试 从上大学没写过作文 他就没写过作文 你说你没写过 你怎么去写 这个倒真是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读的是新概念 当时好像就是 一学期也没写过作文 然后到考试的时候 写一次作文 对你考试你写一次 也写过 有时候情书为了洋范 用英文写 你要是想写好的话 你得经常写 对不对 你肯定得经常写 你不经常写的话 你怎么能够写收 你就说我背作文模板 作文模板它是一个模板 你毕竟还要往里面去套用 你这个套用的话 你必须去写 很多人都关注语法 对 光看是不行的 你得写下来 你提供结束吗 你也议得了什么问题 好可怕 你不会寻 Bueno 这下请不吝点青